大家好,南花从春季一直到秋季都是属于生长期 那么这个时候南花生长会比较快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南花盆土里面其实就已经存有非常多的一些病菌和虫卵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如果大家在秋季给你的南花更换植料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在秋季没有更换植料 盆土里面病菌和虫卵就非常多 那么我们可以趁现在刚刚入冬 我们可以给你的这个南花啊 彻底的来一次杀菌杀虫处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它杀菌杀虫呢 因为南花在入冬之后呢 特别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它就会进入休眠状态 休眠状态南花它就不会生长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给它杀菌杀虫 用一些这个药物的话 对它的生长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温度比较低 盆土里面的一些病菌虫卵 它们呢生长活力已经不够了 这个时候呢是很难再支撑一些新的病菌和虫卵 而且这些病菌和虫卵的话呢 它生长活力不够就比较容易被我们杀灭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一定要及时给南花做一次 彻底的杀菌杀虫处理 那么怎么杀菌杀虫呢 如果在温度比较合适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采用灌根的方式的话 建议大家最好就是给它 直接在盆土里面灌一些杀菌药和杀虫药 彻底的杀灭掉盆土里面的病菌和虫卵 当然了页面上呢还是要给它适当的喷湿一点的 但是如果你所处的地方这个时候温度呢 相对比较低 不再适合给盆土直接灌水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盆土里面撒上一小小粉药加小白药 一个是杀菌的 一个是杀虫的 这样的话呢 它有一个40天的一个有效期 那么40天左右的话 基本上盆土里面的病菌和虫卵 基本上就是已经被杀灭殆尽了 那么在入春之后 因为盆土里面的病菌和虫卵 都已经完全杀灭了 那么你的蓝猪呢 这个时候呢长势会非常的好 而且长得也会比较迅猛 不容易感染一些病虫汗 但如果大家担心在这个时候 给它盆土里面彻底的杀菌 不利于这个蓝根菌的生长 那么我们可以在入春之后 给它在盆土里面呢 撒上一点这个微生物有机肥 给它补充一些有益菌 这样呢可以让它繁衍出更多的这个蓝根菌 更利于你的蓝根的吸收和生长 所以呢大家可以趁现在初秋 把这些病菌和虫卵把它一锅端了 那么在入春之后 你的蓝花长得才会更旺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